李宗盛議員 主任委員,各位我們都委會的委員,大家早上 我現在請問我們的主任委員 那些道子教委,向道的開閉 有的三十名,四十名,後五十名,後二十名,十名 那個向道的開閉,四十名,二十名,三十名 制定那個向道的開閉,因為時空不一樣 時代改變了,本來都是皇帝,現在都去到房子 去到罵罵罵罵 我是不是說建議我們都委會 以後把那個向道的開閉,要做檢討 沒有的喔,應該不如時宜的,生活變遷的 那個舉出來檢討,不要就把它廢掉 你如果沒有廢掉要怎樣呢 我前月就跟主席說過了,跟我們的主任委員說過 本席政出一條行道 因為分三年變遷算 分三年變遷算 這如果錢到就要開閉,這強勢性的呢 不然你們做道子委員是做嫁 你們在共識節啊 只要有錢,就很多是沒有錢 才會放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那如果有錢 很奇怪耶 這議員三讀通過的案,錢也到位啦 中央說有意見 百姓有一點意見 那這個錢啊 欸,又收費啦 我在問說 新港儲 或是我們的公務局 這個預算可以保留多一年啊 就不跟我說 早上我開協調會說 啊,議員啊,這錢要收回來啊 因為其他租戶有意見 其他單位有意見 啊,這個 這個都委會你設的 開閉行道的這個東西,包括道路 啊,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都不公全力啊 啊,就解散好了啊 讓我們市府大家去用啊 錢到啊 中央有意見 剛才那個主任委員說 中央管太多啊 所以我們地方的事情 地方沒辦法解決 中央稍有意見退回 啊,你不把議員三讀通過 四肉五讀 所以本席 非常的憤怒啊 要議員通過了,可以變卦的咧 啊,這樣好多都贏起主題 你們的 部委會 收整個 道路,整路的行道 你們就沒辦法啊 哪有辦法 我覺得非常奇怪呢 所以本席這個,這個像他我還是要追蹤到底 第二 沒有啊 我們 行方改變啊 有很多 吼,我們都委會的規定啊 都嚴重跟社會嚴重偷解 都定四啊 啊,就中央規定的 啊,定規定的 法規規定的 這個法規 這個法律 是我們人在修的啊 好的 知識保持 無法死 無法規定 這樣去有八十 這個 好的法令啊 要怎麼樣 要把它 改變啊 我們南部 我跟他說 我們南部 我們的房子 南部的房子 跟北部的房子不一樣 南部要拉到要死 還有方胎 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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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家祖先拜拜 蓋得很安全 蓋得也很好 也很舒適 那 智乎港部局拼圖大隊去看 違反 建築法 請收到文內 十五天提出訴訟 十五天以後 如果沒有處理 拼圖大隊就要處理 人家沒有去找人拼圖 你不知道 那是心裡在堂學 若說真的拼圖大隊 去人家把你電面的電路 拼圖了 你才知道將心比心 讓人拼圖那個艱苦 在哪裡 我去後面 沒有用啊 趁錢沒一個人會通過 我比一個人 工務局 制定 叫拼圖大隊制定 專案 什麼專案 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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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大隊 都要公共危險 港區 人家人家人家 比飯店更好 曬它安全 小紅櫃鼻 白水櫃鼻 噴水櫃鼻 非常的漂亮 因为他造成学生 所以杀无赦 你没做学生就做过 如果其他没做学生就都不用听 学生就知道 你叫他拔出 你也有给他宽限期 不是 都没有 学生的学生 要找到大 我本来做这间三千的 现在没做 现在要去做五千六千的 要怎么办 也没有乱充气 因为专案 我拿那两百七十五间 儿童专案 那些说拔出生 我拿那处住 退出生的教区 你不能用科皮的头 现在科皮小姐做不好 你不能用台北的头 就用来高兴 未必可以 可以试用 那两百七六五间 人家拔掉了 有几两间 我说安全很好 拜托 所以啊 刚才吴宇宇讲的一句话 我满赞同 像这种的 你能听到我们的房子 住在哪里 我请你们去鑑定看看 我们都有一位可以成立一个建议委员 这个危险 这个建物有没有立即危险 有没有属于公共危险 有没有属于危险的地方 然后你们评定以后再交给 你们要贴图大堆啦 没有贴图大堆的租借 没得到家里 你比较高 他们去就要贴图了 本身哦 你还跟他们说道理 说不听 就要贴图大队长的啦 所以早上大队长你开会 我就给他回头了 跟你说 所以我拜托哦 我们的都委员 有真的不合时宜 有真的不好 我们南部人 高养是人 有真的法规 有真的办法 我们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改划八世的问题 这不是 对不对 哪有设定法 你去对付八世的呢 南部人哦 都要成仆 起一个保留 起一个人的座椅盆 你们家 你就知道 不用一个座椅盆 不用一个空洞 这样用的 会滑啊 直接造到建物啊 你如果在建物里面 那多热呢 你怎么冷气吹也没行 所以人为一个热 所以我不要让建物一条 让他帮到 那些座椅盆 那些座椅盆 不能帮到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当性的 但是对你们政府来讲 这是 严重的违法 严重的违反建筑法 严重的违建 依法处理 哪有的政府 你怎么知道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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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拜託 吳律師長 我們的生活空間 有人都可以再利用再利化 不是死邦邦的擋在那邊 如果真正說的句話 真正正中用管太多 跟他對抗啊 下我們的管線條例 我覺得這對抗啊 我覺得這對抗啊 所以我們建築無法 也說空氣平地來空氣 空氣怎麼樣 我覺得用私有數不要接到空氣 時間再給一分鐘 吳律師長 你不要再做各位 再做各位坐在那邊 我算起來差不多十七八位 但是你國庭高雄市的 省下財產安全人民的福利 你十八位要付政大借人的 不是你要開尾開尾 我來給你們去母 如果好位發明 我來這裡把你們打破 那如果是歐法 我在這裡也要把你們做個鞭策 那如果他建築法 包括違章處理辦法 那個是真正的歐法 歐法 要是 那黨是不要再改 拼圖大借的實施辦法 黨是你改 蛤 所以我在這裡 拜託 我們的 吳京德主任委員 民宅的三四十名 政権委員政権 政権 我勸 中文宣 從不寬 要是要去拆除 拍個比較專業的 是看 覺得有回海公共安全啊 有密集危險啊 就是六件 不能叫他 要是有一個工人 一個發布員 去反應這個組的事情 請陳主任委員答覆 請陳主任委員答覆 猪華盛錄 小創建的懷疑 這是建築管理的必要的手段 但是針對偽賬建築的處理方式 難道只有拆除一圖嗎 那什麼樣的偽賬建築要拆 也許某一部分的偽賬建築可以用 比方說行政法 可能就是罰錢的方式 如果說有事實上 結構安全有問題 有影響到公共安全 有影響到出入 等等 就是罰錢的方式 有些 是拆 有些是不是除了拆之外 有其他方式 目前建築法 據我了解 去年好像有 在立法院好像有在要審議這個建築法的修正 不過因為它是新的立院 新的會期 新的屆次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就建築法本身建築管理 違章建築的處理手段 能夠更多元 和我們執行機關 當然據以辦理 我想這個比較符合 現況 也比較讓我們執行機關 比較務實的來處理 否則你 人的檢基 你不聽 他人說你是 你是可以比較好 怎麼不聽 要聽那個不是 所以這部分完全是法令 是應該有 在調整的空間 我們非常同意林議員的看法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我給你了 歐洲地區 人家在遭遭 都不可以家庭 有個有賣 他在賣桌子 有個國賣 結果他的政府是怎麼 在歐洲地區 他如果遭遭 他如果進去就去看 就去人家 就去看 他要賣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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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賣 賣一次 他要賣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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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給你賣桌子 他要賣桌子 我賣桌子 他要賣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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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開筆的概念 他們是無話的 我 我們是歐洲地區 早前給你做生意 他要賣桌子 我幫你做打 你去打 devastated 沒什麼 我賣桌子 你去 你們或是誰 誰吣桌子 誰呢 誰呢 我去打 用桌子 都要受 PhD 我們必須幾個派我借過幾個派 怎麼會有多過 所以這個朝廷都不怕 來自為違建可以發生 大家歡迎 來破壞心情發生 又增加投資收入 都一顆發生 不然又七年了 又要死要死 所以我是跟他說 我們的態度好 我們的管理 應該可以 我們要算 我們要做 這是我們做的 可以做的 好 謝謝 謝謝陳主任委員 詳細深入 而且很進入狀況的一個說明 也謝謝林武宗議員 感言直言 深得民心的議員 謝謝林武宗議員 下一位請郭建盟議員發言 謝謝 時間十分鐘 謝謝 我想主席 主席 我要進入主題 我有書面質詢稿要求列入公報 請你才是 謝謝 好 我今天質詢的主題 是要求撤除私人俱樂部的凡禮 還我高雄人 二十二號碼頭公園的訴求 這間 我從一百零三年開始跟相關單位做溝通 沒有成效 所以今天再提出來質詢 也希望各個都計委員 了解相關的情形 在未來水岸開發的時候 能有一定的把關責任 高雄有一個相當美的地方 這個地方 是可以跳往高雄的三海河港 加西紫西照 這對呢 這我們的二十二號碼頭 就在這裡 在這邊 就在我們會展中心的後端 可以看到高雄的大尊力感 跟西紫西照 天然的景致 這個超級無敵 一百零三年初的時候 我受到民眾的陳情 說好不容易撤除凡禮的水岸 卻又築起了欄杆 而且還限制民眾進入 而這是公園用地 我去看了以後確實 設了穿透式的鐵欄杆 裡面在一百零三年中的時候 是兩個帳篷 我馬上跟港務公司聯絡 港務公司說 他會要求業者開放 他很清楚的知道這是公園 但是不見改善的成效 一百零三年九月我質詢海洋局 海洋局公開回覆我說 有關視野穿透不佳的問題 要由碼頭內設置一個 一百坪的空間 提供民眾一覽亞洲新灣區之美 開放真好 問題是這個行路 沒有得到這個實現 都跳票 而且在一百零四年中 變本加厲 把整排的建築物全部建起來了 再來 在一百零四年底的時候 所謂生蠔餐廳 海鮮酒店餐廳 就要在那邊開幕 我打去給港務公司怎麼回事 你承諾的事情全部跳票 他說 他們已經跟他協議 要用換約的方式許可他開餐廳 從時至始至終 從來沒有開放過碼頭 公園碼頭給我們市民大眾使用過 為什麼跳票 我回來才去查 結果才知道 這所有全部都是騙局 大騙局一場 這個碼頭呢 架了一個光碗 叫雅果遊艇 私人會館俱樂部 這個私人會館俱樂部裡面有關安全防護 24小時的保全服務 不時巡邏 過濾進出的貴賓 還有門禁通行證 還是加密系統 不易破解 再來岸上來設有 輕食餐廳酒吧 灌洗淋浴設施 在雅關你看到的 絕是世界上全台灣最美最豪華的港灣美景 這就你講 再來 你看看 雅果高雄私人俱樂馬頭 會所俱樂部對會員來說 除了是一種身份象徵 還是這個碼頭會館 私人專區管制 讓整個會所深居隱私 接下來 副市長 拜託你看看 入會費 85萬 年費3.6萬 會員權益 你只要繳了85萬跟3.6萬 你就可以自由進出雅灣 你過這個門禮不夠錢 你怎麼會知道 你吃到肉的 天天這塊地 那個 都發局回復我 102 105年 3月剛回復我的 1159-1 是公園用地 在哪裡 就在這裡 就是雅灣的會所所在 公園 針對這樣子的情形 我有幾點問題 要跟各國都紀委員 跟副市長您做個報告 第一個 把 22號碼頭公園 設圍牆 今年入會費85萬的私人俱樂部 是不符合花媽市長的價值 為什麼我會知道 副市長你會記得我14號 4月11號的時候 有跟陳菊市長建議你也在場 面對沙童案 我希望 重新為了校園安全 築起圍牆 市長承諾有關校園安全會 絕對的把關 但是他跟大家說 好不容易 煮起撤除的凡梨 不要再輕易樹立 市長的地匙 它的堅持 我會了解脫肺 所以我們現在想辦法 在沒有圍牆的方式 想辦法保護孩子 但是即使孩子有威脅 他都不把圍牆組起來 還是私人公園 樹圍牆收會費俱樂部 不符合他的價值 再來合約制法一義 我打電話給港戶公司 我跟他說 你沒有經過公開招標 透過洽特定人的方式 用一個陽春麵的條件 把碼頭讓出去給他用 接下來授權給他開一個 私人會館可以收會費的俱樂部 可以說是滿漢全席的授權 沒有這樣子的權利 還可以欣賞全台灣高雄最美的 山海河港 如果這種條件 你是不是要公開招標 全台灣的行李人 來這裡投標 還是一個人在那裡 慢慢授權 哪一種對市庫收入的多 對國庫收入的多 一點點不容易 所以 這是一個疑義 接下來 還有我們使用管理的問題 如果他是用公園管理辦法 第七條 是可以做私人會所俱樂部 如果他 而且公園第九條 公園應該無償開放給公眾油氣使用 第十條他也違反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二十一條他都違反 不止 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 新建的臨時建物可以做什麼用 內政部的法令 都發局的法令 相當清楚 都是公開使用的性質 就是沒有私人俱樂部 連餐廳都沒有 接下來 高雄市現在發給他的臨時建物 管理自治條例第五十九條 一般我們都給人家半年的期限 什麼理由我們給了他 這個八十五萬入會費的私人俱樂部 授權到一百一十三年 什麼理由這樣做 接下來 誰在收租 用什麼法律 來跟私人俱樂部收租 無關於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或是公民用地 都是我們高雄市政府的管理 是怎麼太做的 不只是這樣子 我還要談到 符不符合我們城市的價值 跟市民的尊嚴 高雄市的海岸開放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們花了十幾年 在九十二年開始 跟國防部 經濟部 跟港務公司 共同 把海岸追回來 你看這個是軍港 後面是漢神 這才多久的事情 好不容易爭回來了 現在讓人家 素為強當俱樂部 市民的尊嚴呢 我的助理 來了一年多 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聽到這樣的故事 大家試著想 人家有好家 人家有散家 人家有新分地位 問題是民隊 高雄市政府 提供的福祉 公共設施使用 不應該分 平見貴婦 這個 高雄市 不只是高雄市的價值 這個是台灣的價值 你在想 我們高雄小孩 要去參賞 山海河港的美景 在那攀在圍欄上面 看著前面 商人巨股 拿著酒杯在那邊喝 抽著雪茄 這才是高雄該有的價值 我的助理畫了這幅畫 我的助理 她有一個偉大的阿嬤 是高雄的我們親人 就是那個十元便當阿嬤 阿嬤過世了 她繼續用她的筆 在幫高雄人爭權益 好 不只是這樣子 未來 現在我們都可以推給港務公司 惡搞啦 亂搞啦 七月以後 就是我們高港公司的權利 我們還有很多碼頭 要發包 我希望 絕對要堅持開放性 跟公共使用的原則 絕對不能讓人家當私人俱樂部 主席我可不可以再要兩分鐘 再給兩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接下來 比較重要的 也是要拜託各個都計委員 我們在都市計畫裡面 有一條帝王條款 就是未來我們即將用到的 就是水岸發展區 水岸發展區 依規定只能是設水岸防護的公共設施 但是它的備註裡面有一條叫 經本府核准之光光油漬設施不在此限 幾乎是空白授權 請各個都計委員 未來在訂定相關的細則辦法的時候 務必也要讓這個空白授權 符合公共使用的利益 這一點要拜託大家來幫我們把關 最後我做個結論 一覽三海河港西紙西照的無敵美景 我溝通跟港務公司溝通了三年 也跟我們海洋局討論了半天 是沒有結果的 是沒有結果的 但是請大家注意它是公園 它也是我們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無論如何公共設施跟公園 就是要符合高雄市民使用的利益 我要不回來 我要拜託我們的副市長 跟我們的都計委員 發揮你們的影響力 7月就該我們管 把屬於高雄人的22號無丁海警碼頭 要回來 撤除私人俱樂部的繁堤 讓高雄市民可以無分平賤貴婦 享有高雄該有的三海河港 跟我們的西紙西照 以上的質詢是不是就請 呃...陳副市長 請陳主任委員說明你答覆 謝謝 拜託你 為何 謝謝主席 謝謝郭議員的高見 我想這個掌揚館後面這一塊是 這個三港區的範圍 那麼管理者 航港公司 那麼根據我們了解 業者是依... 是跟航港公司依三港法去簽訂契約 去做這樣的營運或管理 那雖然都市計畫是公園 但是呢 市府還沒有徵收還沒有開闢 所以等於是一個公共設施的保留地的臨時使用 那就市府來講 就是他申請的臨時建築 那麼相關建築管理單位依法來核准 至於他要做什麼使用 有沒有違反三港法等等 那是他跟航港公司之間的契約的問題 那我們非常敬佩郭議員的意見 那相關的這個發展 我們府內啊 那會是騎乘做開闢等等 我們會再來研究 謝謝 請議事主 將郭建盟議員書面執行稿 列入本會公報 謝謝 下一位請 向榮黨議員發言 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李向進議員 各位市府同仁 一位同仁媒體朋友 親愛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聽完我們的主任委員 陳金德主任委員報告 重要報告四項 什麼促進產業 改善交通 健全疫苗 促進地方發展 這些我都支持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我們這個委員會 有一項重要的任務 而且關係都市計畫成敗的關鍵 從來不是我們這個委員會在討論的 叫做人口預測 人口預測 人口預測才是真的成敗的關鍵 從以前的例子 我舉一個最重要的例子 高雄市一年預算多少錢 一千兩百億 現在地方政府財政吃緊 那最重要的預算 高雄市花最多錢的預算是什麼 捷運 兩條紅線跟橘線 花了兩千多億 等於是高雄市政府 接近兩年的現在的兩年的總預算 是原高雄市政府四年的總預算 但是做不起來 虧錢 那什麼原因 就是人口預測 我給你看它的人口預測 這是 這本書呢 是九十一年的時候呢 高雄市政府委託頂漢公司 做呢 運量預測 運量預測裡面呢 其中有一頁呢 就是人口預測 人口預測 他 人口預測 是預測這樣 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呢 高雄市 民國一百零九年的時候呢 高雄市有多少人口呢 三百四十八萬 到 我講錯了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呢 一百年 今年一百零五年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呢 高雄市應該有多少人口呢 三百四十八萬 這是當年頂漢做的預測 然後一百零九年的時候呢 會成長到四百二十一萬 那我們現在多少呢 兩百七十七萬 所以差距很遠 人口差很遠 那運量呢 運量出來的結果 就是在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呢 就應該 紅線呢 就應該多少呢 二十八點七萬 那實際是 現在是多少呢 十二萬 等於是對半坎 那局限呢 應該預測呢 在民國九十九年 就應該到達十六萬 但是現在一百零五年 才多少 才四萬而已 原來的四分之一 那這差異差在哪裡呢 就是你花了很多錢 兩千多億在做的建設 當你人口預測呢 差這麼遠 那實際呢 現在民政局估出來 在民國九十五年的時候呢 是兩百七十六萬 今年呢兩百七十七萬 那推顧呢 我們的人口在一百一十五年呢 不只不會正成長 不只不會三四百萬 還會負成長 兩百七十三萬 換句話說呢 人口是會下降 少止化的原因 那人口下降 為什麼會影響到都市計畫的成敗呢 你所有的公共建設 包括花園 包括建築物 包括尤其像這種交通 交通的核心任務是什麼呢 是把人跟物在最短的時間內 安全送到他要的目的地 那為什麼要做大眾運輸系統呢 做大眾運輸 公車呢 如果花一億 輕軌呢 要花一百億 那捷運呢 捷運要花一千億 就是一比一百比一千 就是公車輕軌捷運的基本常識 那為什麼一定要花一千億呢 這個有道理的 因為呢 你這個交通呢 就是人的動脈 動脈呢一定要通 動脈如果阻塞呢 交通主塞呢 交通主塞 你人就帶起來了 所以交通一定是 都市建設的最核心 再多錢都要花 一百億一千億都要花 但是先決條件是什麼 先決條件是 你的人口預測 是對的 真的會有三四百萬 高雄市呢 如果不做捷運呢 會怎樣呢 你人的三四百萬出去呢 堵車啦 找停車會也不方便 所以一定要做大眾運輸系統 讓人呢 跟物呢 能夠暢旗流 這是交通最核心的目的 所以再多錢都要花 所以交通呢 是實際的生活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的高雄市的交通變成什麼問題 你看交通局也好 捷運局也好 把交通變成什麼問題 變成道德問題 什麼叫道德問題 就是為了節能減碳 那你排放二氧化碳 會造成全球暖化 地球會毀滅 或者是空氣污染 吸進去人 太多摩托車吸進去人的身體 會身體不健康 所以你所有的交通問題 通通都變成什麼 都變成道德勸說問題 那為什麼會沒有效呢 因為人 人的生活習慣 如果出去交通方便 不會交通阻塞 找停車會又方便 而且又便宜 他就自然不會去選擇大眾運輸系統 所以在美國的東岸 紐約呢 確實是 紐約波士頓是大量做大眾運輸系統 那西岸 洛杉磯這些地方 是以道路為主 不是以軌道為主 所以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人口預測 他就會有不同的交通結果 來我來請教 我們那個委員 賴文泰賴委員 賴委員 賴委員媽媽你站起來一下本西 請賴委員答悟 你一個問題 今天請假賴委員今天請假 沒有注意看 沒有注意看 因為我們賴委員 以前就是頂漢公司 我本來要拿這一本來問他 好 那沒關係 如果賴委員沒來呢 那就請那個交通局長代答一下 我剛剛 我剛剛 的論述 我們交通 幾乎是 所有三十幾個局處裡面最花錢的 包括交通局跟捷運局兩個加起來 花的錢是最多 他交通核心的目的 應該是人跟物 或人暢其流 所以花錢是應該 但是要評估實際的現況 高雄市現在有交通阻塞的問題嗎 請陳委員答悟 謝謝賴委員 謝謝主席 現在有 對 在尖峰的時刻 有一些路口路段是有 還是有堵塞的現象 在哪裡 嚴不嚴重 譬如說是在我們中正路 交流道 我每天都走中正路 對 在交流道那個地方 主賽也還好 還好 我每天都回去 我小時候住台北 我們高雄的交通主賽跟台北 那是差得很遠很遠 當然 所以我們的交通滿意度 應該很高 對不對 如果說的民調 高雄市的交通滿意度 一定遠遠比台北好 我們的民調是不錯 但是還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持續努力 一直都不錯 我也認為不錯 我在 我小時候住台北 現在住高雄 我也認為高雄市的交通狀況不錯 路又大條 找停車位又方便 開車也方便 那現在就回歸到一個問題 現在 105年 人口277萬 都沒有交通主賽的問題 我們這個委員會 是在做未來都市計畫 未來10年 變273萬 還少了4萬 現在都沒有交通主賽的問題 那未來10年 更沒有交通主賽的問題 我講的對不對 來你請回答一下 當然人口對於整個都市計畫 還有整個交通規劃 是一個非常上位的要件 那根據這個人口的數量 會去進行整個城市規劃 包含住宅 但是我們這個委員會裡面 並沒有對人口預測的專門單位在裡面 不過在都市計畫裡面的任何案子 還有交通規劃的任何案子 對於人口的部分一定是一個上位的 我知道 因為我從市長市政報告聽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個單位在報告人口的 所以我才特別問你 人口才是都市計畫 最後成敗的關鍵 不然你的建築物交通工具 你要到時候 蓋都蓋得很好 我覺得高雄市 很多建設都蓋得世界級 但是什麼 沒人用啊 使用力低啊 包括很多 很多都可以舉得出來 並不是做得不好 是怎樣 是嗎 你的人口預測就是錯了 所以我真的 好你請坐 我跟那個 陳主委報告一下 就是 下次來報告的時候 要把人口預測寫在裡面 是不是可以請陳主委回答一下 請陳主任委員說明你當務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小議員 那麼非常敬佩小議員的高見 就是說人口對都市計畫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剛才講的上位的因素 那我們去預測這個人口 可能20年可能50年 但是這個預測可能會 有時候會失準 有時候會改變 所以我非常同意小議員的意見 不妨我們都委會啊 那麼將來可以針對高雄市 比方說不一定是預測人口 我們應該抓一個最適 居住的人口數 就是某一個高雄 整個大高雄未來的發展 什麼樣的規模的人口 是最適合 超過的可能是已經 住得不舒服了 不適宜的 在那個範圍之內 有個上位的總體開發的 準則或計畫 作為每一個都市計畫案 它的參考 那但是呢 目前的每個都市計畫案 個別的案 我想各位委員 他們也會參佐現行的人口 或是未來一定期間的人口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稍顯不足啦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 如果說有一個上位的這樣的一個規劃的話 那麼就能夠符合剛才小議員 所提的每個都市計畫的規劃會比較 要契合人口的需求 謝謝 時間再給一分鐘 我的具體建議 就是以後你們都市計畫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這些府內或府外 最少應該有一位 是專門研究高雄市未來 比如說十年的人口趨勢 不然會變成是 都沒有人在研究這方面 都市建設都做得很好啊 但是是不是到最後 會不會變成做得很好 但是使用率低 我建議是這樣就是 列一個委員是專門研究人口的 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們會來參考 好 謝謝 謝謝 消防黨議員的發言 下一位請邱俊憲議員發言 時間十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備詢的各位都市委員會的委員 我想一座城市的發展 當然是靠都委會 面對未來城市發展的需求 去做出一些預先的規劃 所以一座城市 要學到什麼模樣 其實是很多人情 如果拿到一座 各位看 如果真的照樣去做 其實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這座城市會發展什麼樣子 是看得到那個樣態的 其實 我是1980年代出生的 新的議員 其實我一直在公布論裡面想要 找尋一個 也在挑戰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透過各種方式 去替以後這座城市的發展 還有人民的需求 先做預先的準備 所以從去年 我剛開始到議會到現在 其實我一直在談的一個是 人口的發展 剛剛其他議員也講 未來壓力最大 其實就是老人的照顧 老人的照顧 老人的照顧 所以在去年其實 在上一個會期 也有提出說 我們現在其實 高雄市政府其實有很多 已經徵收好的 公共有設施的用地 怎麼樣去做更多的討論 彈性的使用 讓我們在準備這些 未來照顧市民的需求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更好的規劃 很感謝地震局在去年 在今年二月份 其實有照著我們的建議 其實發了一個公文到內政部去 針對土地徵收的辦法裡面 怎麼樣去有更大的彈性 讓我們已經徵收到的土地 能夠多目標的 多功能的去使用 所以這部分其實 我在這邊還是要不斷的 來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都委會其實有很多 是外聘的專家 那我們都市發展的整個 脈絡跟文理 其實就靠各位 在這個都委會裡面 去討論一些的案子 所以 明年長照法就開始實施了 從其他部門的打訊裡面 我們也知道 是用新的長照法 有一萬多個市民朋友 是沒有足夠的能量 可以去照顧他的 那我們也知道說 像很多的學校運定地裡面 像學校運定地現在 保留的85處 然後已經取得44處 就是已經有44塊土地 是放在那邊 可是我們現在也沒辦法去改 也沒有馬上要去改學校 所以像這一些這麼多的土地 我們已經擁有的 怎麼樣去做處理 其實真的要拜託 都發局 地震局 在都委會裡面 老人的長照 老人的照顧 真的是很重要 然後 不只是在軟體上面 在空間上 怎麼樣去規劃去做處理 其實在這邊 甚至是 要拜託我們都委會的委員 然後包括副市長 其實福利業怎麼樣 去做各多的討論 更多元的處理 因為我們也知道 其實老人的照顧 我們是沒辦法相片的 少子化 這是已經是確定的事情 那怎麼樣去做更好的規劃 那在這邊有幾件事情 想要跟都發局做一些探究 我們也知道 在公部門我也提出了 就是在澄清湖周章 之前有其他議員提的 澄清湖特定區的都市計畫 其實很久以前又開始在動 在做 然後經過一次兩次三次的通版檢討 其實我們發現 越檢討出來 其實周遭出現越來越多 高雄市政府所擁有 可以去管理 可以去處分的土地 可是我們一直都看不到 一個整體的規劃 就變成 澄清湖棒球場的發展 那是澄清湖棒球場的事情 那 文大用地 是文大用地的事情 那 青年活動中心要收回來 又是青年活動中心 自己的事情 那變成說善居在各個局處裡面 這部分 我這邊真的是要拜託都發局 你這邊是不是 局長可以承諾說 面對整個大環境 土地使用的現況的改變 的確我們周遭就是有這麼多的空間 那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使用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 我們就用一個專案 我們來做一個通盤的規劃 然後讓更多的市民的意見 可以參與到裡面 因為這旁邊攸關 其實不只是鳥松任務 其實還有山民跟鳳山的居民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都發局來這邊 可以雲若我們今年就來啟動 針對這部分的空間 我們做一個通盤的規劃 而不是讓各局處 夜館的各局處 各自去憑空想像 而是讓大家有一個平台 來共同討論 是不是請局長簡單答覆一下 請李委員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我想這個東西我們會 非常願意來配合 來去做一個整體規劃 那事實上這個在上個會期 包括邱議員在內 以及周遭議員在內 也都有針對這個 陳清湖跟金師湖等等 以及周遭這些環境 因為畢竟它過去是一個 算是縣市的交界處 所以很多嫌惡性設施 都把它放在那裡 可是和平之後 現在這些東西 它具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包括陳清湖本身 包括說那個文大校地 包括說棒球場 或者是醫院 周邊的學校等等 事實上它是一個 非常具有潛力的一個區塊 那也一定需要我們來做一個 全盤的整體規劃 那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會來爭取經費 今年啟動這樣的一個 整體規劃案 是 謝謝局長 謝謝局長 有答應說 今年會啟動 就是要拜託局長 有一個部分 要想辦法去加強 就是在地民眾 或其他公民團體的參與 過去這幾年 我知道我們的 讀委會的委員很辛苦 大部分的也是 一半以上都是府外的 這幾年全台灣地方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的都市計劃委員會 基本上是一個戰場 是非常多的城抗 非常多的拉扯 從北到南 我們高雄其實也有一些 民眾其實有一些陳情的案子 包括鐵路地下花 那個高雄車站怎麼處理等等的 就會讓我產生一個疑問就是說 我們的都委會組成 有一半以上是來自府外 那我們府外這些專家 除了專業以外 其實代表了某部分人民的 聲音跟意見進來 可是怎麼會 在這個平台裡面 然後又變成是跟人民拉扯的 一個 一個 很困境 我覺得 那所以 我們這歸當我們隔離 也得說市民參與 市民參與 市民參與 那我們在都市計劃 都市規劃的過程裡面 這個市民參與 到底用怎麼樣的一個 適合的模式 讓民眾的意見能夠幫忙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動作 因為講很容易 可是要怎麼尋求到一個適合的方式 讓民眾的意見可以納進來 其實這是不容易 所以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跟局長 近年 我們陳親父這個案 記得要啟動 我拜託局長 我們輸給我們 我們共同來討論 要怎麼讓我們市民的意見 在地的意見 可以在我們幾個時候 得可立民 而不是說 不是說現在大部分的 建設案子都是 好我決定要做了 然後再去跟當地民眾說 我現在要這麼做喔 有意見你才能講 我們再來做微調 我覺得這會有點可惜 如果我們在做這一些 整體的規劃的時候 在一開始 就把地方上的需求 地方上的意見 就把它整個納進來 我覺得陳親父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也許不是那麼容易做 然後他相關的model 也許不是那麼成熟 可是要怎麼做 我覺得 這是對的方向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試看看 不是過去 都市計畫真的很專業 不是一般民眾 就是看都市計畫圖 就可以知道怎麼一回事 然後通盤監討 又是一個很漏長的過程 可是怎麼樣 透過其他的方式 像陳親父那些 其實 我的雙手就在那裡 每天在那裡 真真出出 就看到一個很好的地方 有很多的空間 可是我們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規劃 真的很可惜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 拜託局長 用這個案子來 當作一個 啟動的方式 雖然我們也知道像 明年要舉辦交通慶典 那個活動 像交通局 其實也嘗試要在哈馬新社區那邊 透過這樣的公民的參與的方式 去尋求更多的方案的產生 這都是好事 當然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部分 我想再利用都委會的時間 來跟局長做這些建議 好 我想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這個報告 看到剛才會的案子 開花時間其實很悠寒 然後案子其實都是很大的案子 所以怎麼樣 怎麼樣在 在都發局 結合其他的局處 用其他的方式 我們 不管是其他議員講說 有一些作案性的 或一些的確是 地方建設上很迫切需求的 怎麼樣透過其他的方式 去做更快的滾動的調整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拜託局長 要想出一個好的方式 去做處理 我們也知道 高雄市館市合併之後 我們的土地 大概只有十幾%是都市計畫區內 可是有90%的市民朋友 住在這個裡面 然後我們一直在探討 其實都市計畫區裡面的問題而已 其實這邊要拜託 要跟副市長講一個想法 非都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能也有一些問題 要再更努力的去做處理 我說一下 讓大家參考 我們的都市計畫區裡面的 機關用地 是1800多公頃 目前我們所有的 我們非都的裡面 在農業區上面的工廠 有1700多公頃 上面有蓋工廠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沒錯 都市計畫區裡面 居住的人口數是高的 可是非都的面積這麼大 裡面其實有一些問題 是需要我們用一樣的力道去面對跟處理 我相信我在講這部分的問題的時候 津巴菊應該是心有七七焉 再給一分鐘 謝謝 那下面對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 我們並不是要去消滅它 而是說這是因為整個 時空背景 歷史因素演變下來之後 有一些部分的居肉 就是長在我們現在法定上規定不能長的地方 那怎麼樣去處理 其實在非都的部分 其實我們沒有向這麼多的都市計畫委員 這麼專業的來去討論這些案子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 津巴菊或是農業局其實都有一些專案 在去請規劃公司再針對這部分去做一些探討 可是我在這邊要反映這個意見 然後要跟副市長拜託的是說 原告縣的部分其實是很多 大部分是非都的地方 下禮拜 怎麼樣去做更好的 我們現在對非都都是管制 而不是說怎麼樣去做規劃 所以要怎麼去沿對 除了都市計畫外 非都市計畫的部分 要去做處理 然後有一些問題 已經放到不能再放了 包括剛剛我們講的農地工廠的問題 輔導他們 讓他們 謝謝邱金縣議員的發言 謝謝邱金縣議員的發言 各位委員 我們市民鄉親大家午安 我想很高興又到我們都委會的質詢 我想都市計畫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都市計畫 會影響 欸 決定 然後促進 引領 引導 我們的地方建設 也就是地方建設的領頭羊 所以主委 我們各位委員你們真的偉大你們做工作你們很重要 而且這個都市計畫 我這樣促進地方建設之後 會因為地方的建設 加速了之後會改變 改變 然後再 促進了 我們的都市發展 所以都市價位跟地方建設跟都市發展 全部在那邊循環 那你如果好的就好的循環 好的就好的循環 所以我想你們的地位 你們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我就舉一個例子 很簡單 鐵路地下 鐵路地下 我現在改變了 開發了 因為都市計畫 就是改變 又開始改變 改變地方的發展 這個加速這個改變了我們的都市發展 你們讀市價位之後你看你們要看 因為鐵路地下化最重要就是把天橋跟地下道全部都廢除掉 沒有所謂的平交道交通阻塞 結果很可惜 很多問題 主委跟委員尤其我們城城城這個交通局的 左營地下道跟這個我們國貿的那些天橋我看就沒有辦法決定 很可惜都要做一半 我們有很多這個什麼鐵路地下化之後的那些鐵道旁邊的周邊的土地要怎麼開發 怎麼利用這個你們好好的想一想 所以剛剛我們 蕭永達議員有講到這個人口預測 我覺得人口預測預估 有一些都是主政者主觀的因素 不是客觀的去評估 不管哪一個顧問公司 比如我假設我高雄捷運 我這個指定我認真要做 一定找一個 贊成鼓勵鼓鼓鼓說我這個比較樂觀的 譬如九十年民國九十年人口 假設只有一百五十萬一百六十萬 他就吹噓了 二十年後也就是民國 一百一十年一百年就會做成長多少一百一十年 甚至三十年後的一百二十年 到五十年後的一百四十年會說多少人口 結果人口沒有增加反而減少 因為少子的話他都沒有預估到 所以他是為了主觀想概念 這個鐵路地下化 也就是這個什麼鐵路捷運化的這個 地鐵 我們捷運 拜個機器一排預估 結果預估都失準 不過要減一半什麼減四 剩三三兩三三 所以那些我想道德良心 我想我們都市計劃的發展 都市計劃的規劃也是一樣 我想要再說一下 我們陳情府特定區 陳情府特定區很大 啊我現在就不講那個 我就講九環皮 九環皮 為了改善那些什麼特定區 陳情府特定區 九環皮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為了自宏死為了改善那個排水 就是都市計劃稍微變更 採取的用都市徵收的 用徵收補償的 我告訴邀西偉 市長這個副市長主委各位委員 尤其水利局的 我們蔡局長也在這邊 你們跟市長也答應了 你也承諾了 我想很多事情 一定要符合公平正義 他那個周邊開發土地 在九環皮附近啊 當然九環皮是很長的一個 一個排水區域 一個袋狀的那些排水的這個 袋狀的這個區域 有周邊已經有 不管是公辦的 師辦的 尤其師辦的 重劃 都已經開發了 那時候地震局也知道地震局 黃局長 黃局長也在這邊 你也知道的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把他納入整體規劃 副市長主委 這個都市計劃就整個大區塊 不能只有一個區域啊 要整個大的區塊 不能一個點 不能一個小部分 應該是整體的 你不會把那個 智鋒死應該都要遮 那時候在一二十年前就要估好了 不能說你一百年 九十幾年的時候 智鋒死還沒有上納入 等到人家開發了之後 有的地主他願意繼續務農 他繼續務農就花土地花在旁邊 結果這麼過了三五年後 民國一百年 九十五年地主開發 大家有的不同意分土地 地震局也協助 分在旁邊 結果民國一百年之後 評估了你們要改 列入什麼智鋒死排水的 要用徵收補償的 有夠夭壽呢 那時候有中央的機會 人家就不愛 人家要繼續做事 還沒辦法 你還要用一個都市計劃 變更之後 七億的 小七塊的都市計劃 變成強制要徵收 我說徵取什麼水利署經濟部的 市長副市長主委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都市計劃一定要符合公平正義 不是說生氣的先贏 相中的先贏 我分毀土地 我就可以就真的開發 真的倒楣的以後這個徵收的 又被劃 劃為這個什麼排水區域 排水的 那些這個公共設施 所謂的自洪池 什麼排水湘寒 他就要被徵收補償來 淋列 我想這個都不符合公平正義的 副市長 主委跟各位委員 請局長我就跟你講 你們不用答覆了 我是跟你講 清楚 總質詢我還會講 我們 我會講一個故事 讓你們聽 左營的 然後有 古山的 有內威匹的 整個匹 我就講來講匹 也就是 九番匹 七番八番 無所謂 在一起那時候在講 現在講到這個都市 這個交通 剛剛陳局長講說 高雄市交通最混亂的 是哪邊的 陳 陳局長答覆一下 請陳委員答覆 你答覆我們蕭永達議員說中正路 對 我看不是啊 沒有那個在 大中 那邊 你遇到 林亞區的就講中正路這個交流道 我想我如果走南區的 我就跟你講是真的 頂津跟大中 這個系統是最亂 所以現在交通部已經有一個 引道要從文池路那邊上一個閘道嘛 不過那個是都沒有用 我覺得那個都是 杯水車薪 那個都是 治標不治本的 真正要採取 多元分流的 從人武區那邊也要下去 人武區 也要做一個規劃 好好規劃 人武區八德 八卦寮那邊 應該有一個 砸到砸上去 這樣分流多元 還有我們國區的 主委 我們要配合 我想我們主要的是 時間跟空間都 不要錯亂 因為中央跟地方 沒有辦法統合 所以國道是高雄 這是中央交通部的嘛 我們市區的就是只有高雄市管市道 市區道 應該是國區的 從小港 租宿營修港 經過我們的林園 還有我們的鳳山 大寮 以及我們的人武 鳥松人武 到我們的接國時到 國一 全部都應該讓他砸過去 連接起來就對了 串通 不要各自各自的說國區就搞 國區的 國史就維持國史的 國一的就國一的 沒有辦法 改善交通部 就是應該用高價的方式 下去銜接 從國區設計的時候 都就是整體規劃 跟交通部那邊協調 然後地方配合 跟他建議 我有時候像國區到為什麼 大寮的那邊反對 我去參加 那些說明會 他們嚇了一跳習慣 你左營的怎麼跑到我 這個大寮這邊來 我說我都贊成你們 建設 他們來贊成 但是他們反對什麼 因為沒有砸到上去 我們看得到 贏不到的 建設我們不贏 我想我們小港區的一定這樣 如果 只有看得到建設 使用不到的建設 不實用的 對地方沒有發展 對百姓沒有幫忙的 他們絕對反對 為什麼國區 不是說全部的人都反對 有人反對 當然有環保團體 他的保育的 或是生態的 那我們都要尊重 應該要微調就微調 但是真正地方人士在反彈的是 又看不到啊 只不是看的是用不到 就看得見用不到 就是沒有砸到到我這個 大寮來嗎 時間再給兩分鐘 謝謝 我講到的這次交通的這個很重要 交通不只這樣 還有一個新台之西線 我們陳市長的 重要的政見 新台之西線 我就講過了你們鐵路地下化 左營跟國貿那個 天橋地下道沒有辦法 暫時沒有辦法 小鼠說怕說交通流量 太大 是因為你現在大家都用這個 脆滑路 都只有南北的脆滑路 這沒有用到我們的中華路 只有東西線 因為你從國時到下來的 國十的內 就是 大中快速道路 系統就是 我們脆滑路就是 這個東西像 真正南北的 我們那些 這個中華路就沒有 好好跟左營大陸 如果真的把海津 那邊打通 我想這個是很好的一個 你打通 之後 脆滑路的流量都 都均衡了 就減低了 之後 南北跟東西 兩項 如果都減輕的時候 那個就可以把 大中跟 這些 我們走營 國貿的地下道 天橋全部都 以為平地 真正讓他 暢通 交通最重要的 叫暢通 不要有死角 不要有雍塞 我這幾個問題 請我們 這個 陳大主委 我們陳副市長 說明一下 請陳主任委員 說明你答案 關於剛才講 這個 驅亂徵收 或者是一般徵收 這件水利局的案 那原來 水利局本來 在高雄市政府的度 通過就是 驅亂徵收 那包到內政部的時候 內政部的小組 也是同意 驅亂徵收 大會的時候 才改成一般徵收 那現在 水利局重新再提出一個 一般徵收案 目前在公展當中 不過 那麼 既然民眾 那麼堅持要驅亂徵收 而且 要整理 前面政部的度 它有兩個不同意見 本來小組是 同意驅亂徵收 那我們同意 將來在 審議 這個目前在公展的 一般徵收案的時候 我希望 並同 把原來的 驅亂徵收案 並同提供給 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委員 來作為參考決策 如果大家同意必要的時候 就恢復原來的 驅亂徵收 再送內政部 再去審理 我們同意 做這樣的參考 但是還是要委員會同意 其他問題 請李局長來回答 請李委員 交通局來回答 請 陳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 桌議員對於 我們交通方面的 一個建設關心 剛才議員所提到 新台磁吸 新台磁吸線的 路線開闢 我們前一陣子 也跟 國防部有在 做一次的協商 那目前大概也有找到一個 看起來可行的方案 只要是國防部那邊 他對 海軍營區那個地方 可以跟這個 我們這個計劃 相互來搭配 那應該就可以把這個新台磁吸線的建設把它 推動下去 我們樂觀其成 應該在 在很快的速度裡面會有一個 一個想法出來 那 推動很重要 因為 增設到 這個 左營 全小地下 打掉 是 是 是 對 沒有錯 新台磁線如果有 有開闢完成 我們之前談的那個BRT的想法 是不是在 左營大陸那邊的路線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另外就是說 目前 因為剛好 那個 中華地下道 因為 地下化的工程需要 現在 必須要全面 封閉來做施工 那也撐著這個機會 我們會重新來思考 既然都已經全部封閉 要去做這個整個工程 是不是對於 地下道 之後 還要不要存費 的問題會再重新 再 跟公務局這邊來重 再重新來 來思考檢討 那剛才提到那個 國旗 國旗的部分在大寮 的地方 因為目前進入到二階環坪 那在國工局所提出來的這個 替代方案裡面 其實也有針對 地方上的需求 本來那邊是 系統交流道 那也針對 地方上的需求 是不是能夠有 有地方的連通 在那邊政策 雜道來做銜接 也當作他們的一個替代方案裡面 那不過目前主要還是在於說 沿線的居民還有一些環保團體對於 這個開發 是不是造成太大的這個環境破壞 還有很大的一個 需要溝通的地方 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來 了解 至於說到了 到了 北邊 是不是 還要回接到 國道一號 還 對國史然後再接國一 還是說我們有一個更長遠的計劃 能夠從 對 直接 沒有從這個部分我們會 剛好現在我們的 管道也比較會 會比較通暢 會要求這個交通部把整體長期的計劃把他納到這個計劃裡面來一併思考 謝謝周中站議員的發言 下一位請 王耀玉議員 質詢 時間1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有關今天 我們 高雄市都市計劃委員會 的 業務質詢 那當然有主任委員 陳主委 以及各位委員 還有 議員 女士先生 及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本期針對 都委會 的一個 業務報告裡面 有幾個 議題 那要跟我們 各位 各位委員來探討 首先 我們針對 現在小港地區 洲際貨櫃中心 二期的這個工程計劃案 裡面寫到 這一塊 洲櫃 洲際貨櫃中心 第二期工程 他有總共計劃面積是455公頃 那現在是填海造路 那等於 他還 要把中油武清 就是後嫁啦 我們在講的 後進已經 已經那邊已經 要簽場 那把後進的 中油武清的所有的石化油草 全部簽到這邊來 在這 本省 也覺得很懷疑 當初 這個貨櫃碼頭可能是針對 針對一些 遠洋的 或者是一些 商船 要怎麼樣來來做運作 那怎麼現在變成是石化 連把石化工業都全部簽過來 那以後未來 小港跟林園 這裡都全國內 就發工業區 這裡剛才叫這些基民何去何從啊 所以這一點 是不是請我們主任委員來答覆一下 請陳主任委員答覆 謝謝主任委員 王議員 我想這個 新的 周期貨櫃貨貨櫃中心二期 那麼有一部分是要解決前政河兩岸 前政河兩岸的油草問題 那前政河兩岸是否有 新的這個想法跟規劃 所以這部分是要移除 至於中油五青石化油草 這個 可能不是現在五青的狀況 因為五青已經停止生產 那他的規模已經不是以前了 是不是他有一部分是因為 要牽你啊 要牽你過來啊 他媽不是 他不是把整個五青的油草牽過來 因為五青已經不生產了嘛 不生產 他一定 就是以前 五青生產的一些石化原料 可能賣給其他的石化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 這個油 要生產的這個油品進到五青 那現在不生產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所謂中油五青石化油草 一定是 某一小部分而已 這本詳細的情形 我請李局長來給你報告 好 請李委員擋護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周繼二期 這個是中央大概100年合定的一個計劃 那事實上他 他是作為所謂 那個深海的貨櫃碼頭 那當然是會有碼頭的話 你會有相相對應的一些儲草 因為就是有一些運運船 他是 好 局長 那我要了解的就是 這個儲草 不是針對 像後進那一邊 就是 就是五青的 那種生產的儲草嗎 不會不是 那不是生產的 那只是 存放的儲草 存放 存放儲草 存放是要把他牽掛嗎 他不是全部 而且也不會是原本那種功能 而是說 現在問題 問題 是部分的而已 那他那邊 已經老舊了 他來這裡再把他刷櫃 生產的 我你 那生產的嗎 生產的 那生產的你這裡哪有 什麼千里啊 五青石 石化油炒 千里 千里就是把那些 舊的舊櫃叫千里啊 生產的啦 生產的嗎 不是要把那些 派湯庫車 拿來這裡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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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你加這個就給我 跟修江的議員 像我們主席坐在台上 都不會緊張 主席 這不知道 有問過我啦 後來的東西 拿來這裡 沒有啦 這我也沒辦法接受啦 喔 這樣喔 這就是一定要為 為這裡來把關啦 文字方面我們來檢討啦 看到看到說 廚印 要把那些油炒千里 喔 怕就死了 真的 這喔 這一定要嚴格把關啦 是 好未來 還有 因為上次金花局喔 他還有提供 提供一個圖片喔 現在 週季二期是在這邊 可是未來好像又有一個新的什麼要從 又填海照路喔 還要出來 一直到林圓的港補港嘴的外海 是不是有這個計劃 目前中央這個計劃 石化端區啊 石化端區計劃 港澳岡市他 有這樣的想法 目前有沒有送我們都委會 都還沒有定案 都還沒有定案 所以現在還在討論當中 因為時間問題喔 在這裡 讓我們的主委 還有讓我們的委員知道 一定要嚴格把關 那個石化專區 不可以來設 那如果設了 來 林圓整個都包起來 林圓目前就是林圓石化工業區啊 現在又包括這裡 包來到 港嘴 港埔 外海的幾乎把林圓 整個林圓全部都包起來了 如果要這樣包的話 來 整個林圓都牽村 不是只有 山尾牽村 整個林圓都要牽村 在這裡 讓我們主委 跟我們的委員了解 這個嚴重性 哈 好那 接著 就是大平頂以東地區 當然在大平頂以東地區 牽涉到林圓大寮 未來的發展 這大平頂以東地區 以前在高雄縣時代 也都有 做過通盤檢討 不過 都市計劃 都還沒有完全 來把 大平頂以東地區 就所謂的現在的林圓地區 跟大寮地區 來做一個通盤檢討 所以很不簡單 這邊 我們提出 第四次的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目前第一階段 這麼多 不合理 因為 那剛 整個林圓地區 林圓 林圓 石化工業區 在這個角落 石化工業區 就在這個角落 所以我剛剛講的 如果在 洲際 洲際二期 那邊再延伸到 林圓這個外海 就定義說 整個林圓包起來了 所以 這張圖就看 很清楚 剛才台灣海峽 這讓他存在 整個林圓都包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 堅持不行 另外 在這個 我們的都市計劃 這通盤檢討 他有 裡面有很多 需要 來把它配合 譬如 道路的開闢 因為裡面有寫到 石化工業區 這裡有一條 十二公尺的計劃道路開闢 這一條就是在 整個 在 運出非常不方便 所以這一次有核定 有核定 這個案應該已經送 內政部吧 送內政部 所以除了這個十二米的計劃道路以外 還有一條 非常重要的 就是 目前我們在討論的 林圓這個沿海線 有十一個里 這就是 現在水利局在規劃的 林圓海岸 海岸的一個 景觀 海岸景觀 以及海岸富裕的景觀工程 這個八公里的海岸線 目前 這個沒有一條 沒有一條 濱海公路 那些都市計劃 那邊的都市計劃有些 也沒有 計劃道路 目前現有的道路有三米 八米 六米 十米 左右 等等 所以未來 我們這個都市計劃也要把它納入 把整個配合水利局 現在要做林圓海岸景觀 富裕以及景觀工程再造 那這一條 就配合跟 我們決定 加定 加定目前是 第三期 第三期 第三期在進行 他那個 濱海公路 他是開闢 15米 那林圓這邊也把他開闢為15米 相信 有這條15米的 這個景觀道路 就可以把海岸 把善圓 一直到整個十一里的這個我們的住戶 他也可以由 縫鼻頭港 縫鼻頭港加 玉蘭新路 直接就可以 出來 不一定要從石化工業區這邊進出 所以我在說這條這條都市計劃的這個開闢 這條道路開闢非常重要 是不是請我們 主任委員 來針對 這條道路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好不好 請委員嗎 比較了解嗎 好 局長 請李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王議員一直 當期在關心 這個林圓海岸線的這個整個計劃 那事實上那個我們水利局 他有在研理所謂的高雄市林圓海岸線的整治計劃的整體的規劃 書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會在 市府會內部會相關單位會來 針對這個計劃書來表示意見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再決定分工 那該 需要有都市計劃該配合調整的東西 那我們也會來提提送都委會這邊來討論 所以這條就是 相關 我們的 都委會 都發局 這個要 非常重視 因為這條牽涉到以後未來林圓的發展 像這個我們 現在在場的委員大家都有聽到議員在 提的這個聲音 那到時候案子假設確定好 非利局送了沒 沒有現在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現在先整個 整個海岸線的整個整治的計劃 先大家先就這個計劃來討論 再來確定說有哪些工作的項目 那誰要負責做什麼 哪個階段 涉及到都市計劃變更的話 那之後會有草案擬定 然後經過公展然後再送到委員會這邊來審議 請 請 時間在 兩分鐘 那接著就是在大平頂特定區 剛剛是大平頂以東 現在這個特定區是針對在鳳林路 一直到大寮 大寮西街大寮 然後一直到清水園風景區 清水園風景區 那這一塊 這一塊當初就是有一些限制 所以而且有一些公共設施 那目前都沒有來做開發 很多地主說我那些地 有些是學校用地 那學校現在少子化 我們的學校也沒幾個那麼多了 所以也有學校用地的 也有一些公共設施的保留用地 那應該來做解編 所以在上個會期 那本期也提出 那非常高興 那我們都委會 也已經把這個公共設施用地的 這個解編的這個規劃以及開發方式 都有來提出 這個案應該是已經送內政部了嗎 局長 請李委員大呼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這個案子是屬於大平頂特定區的第三次通盤檢討 那我們在今年的四月 就上個月才 四月二十六號已經提送那個內政部 都委會大會來請他續審 已經我們這邊都核定送內政部了 那剛剛包括議員關心的所謂的整體開發區的這個門檻調整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公共建設的開發方式 讓他能夠用多元 這個都是在這次的方案裡面都有 都有我們四都委會都是有 那大概什麼留什麼時程可以 可以來通過 因為畢竟大平頂特定區的面積非常大 那陳情案件也很多 那所以我們不知道那個內政部那邊審議時間大概有多長啦 那不過我想應該可能是今年六月會先排案先去審 那會他們會決定是不是要經過幾次的專案小組審查才會提送大會 所以這個我們時間很難掌握啦 但是可以比較確定可能是今年可能是年中的時候應該 應該是會開始進入審議階段 後續有什麼新的發展或定案的東西我們會讓議員知道 旁邊 是 是 所以以後 看有沒有辦法再跟海軍部隊 就類似少方營區 那一個 那個模型 看海軍部隊 沒有用的選擇 我們接下來 再打規劃 做運動休選 這樣可以讓當地的民眾 要打球 不管是 我們的管理 或者是 辦理 或者其他地方都好 這樣看 附近的地方 整個 整個 是 這個 當初在辦理的過程當中 確實有 像議員提到的 我們有去跟國防部這邊詢問 那 目前來講他們回覆都是說 他們因為基於戰備需要 他們還是 必須保留他們現有的營區 那不過我想 議員的目的是希望提供林園地區 更多的這種 運動的休閒的這個空間 那是不是我們再 看看有沒有其他適合的地點 不見得是一定要動到 就是就要變更 一樣可以滿足這個目的 謝謝王耀玉議員的發言 上午登記發言的議員 全部發言完畢 下午2點30分 繼續開會 散會 有些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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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